女人要有事业心 不是说非得事业有成 而是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可以享受工作的快乐 可以养活自己 能买得起自己想要的东西 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而不必向老公伸手要钱 对父母公婆要尽孝心 你有没有发现 父母现在对我们小心翼翼的 他们生病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去看医生 不是告诉自己的孩子 而是忍着 他们怕我们没有时间 怕影响我们的工作 笑不是惊天动地 更不是攻城名救护的钞票 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哪怕只是一起吃顿饭 聊回天 毕书里说过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一次生前的笑计 胜过身后百次扫墨 对爱人要知心 腹肌两难 能携手走过风风雨雨 不但因为那份爱 更是两个彼此 心有灵系的心 在作伴 相遇 靠的是缘 相处 靠的是成 相知 靠的是心 两个人 有最初的小路壮怀 筛门海誓 到一餐一饭 冷暖四季 有陪伴 化为末节 有心心相惜 到相濡隐漠 贯穿于始终的 永远是知心 对孩子有耐心 孩子不是养出来的 是用自己的言行 引领出来的 聪明的父母 总是明白 身教胜于言传 心与心的沟通 高质量的陪伴 才是爱开始的地方 周国平说过 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 但科夫本能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 则是种教养 这种教养 首先来源于耐心 作为家长 我们每天忙工作 忙晋升 忙应酬一个又一个的饭局 孩子小时候 把孩子丢给老人带 大了 扔到寄宿学校 你不觉得 我们与孩子之间 少了点什么吗 那些 你生命中 最亲的人 才最应该 得到 你的耐心 给孩子耐心 给爱人知心 给父母孝心 给自己事业心 才能成就最好的女人